我 我只是希望 你跟江晓宁 都能够幸福 如果你就这么错过她 我也会替你感到难过来 还担心她无法面对我 实际上 是我无法面对她 晚安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 恭喜啊 你为什么要跟江晓宁分手啊 没什么 就是觉得不合适 真的吗 你想清楚了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看看你总是这样 什么事你都自己单方面决定 有什么事不能两个人一起面对的呢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了 我知道 这次是我多事了 我只是希望 你跟江晓宁都能够幸福 如果你就这么错过她 我也会替你感到难过来 最难过的人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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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才发现 躲起来的人才幸福啊 留下的人都要崩溃了 我好几次 就差点忍不住要跟妍妍说实话了 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啊 进度挺快啊 你如果告诉赵妍 你真死定了 没说 我 这些小事就不用你这个大设计师 亲力亲为了吧 我叫公司的设计师来帮你 我不能让任何 跟公司有关的人插手 我怕江晓宁会知道 那行 反正你自己悠着点 别太着急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啊 我就是跑 没事吧 没事吧 我扶你回去休息 慢点 慢点 要不要现在给你充电 不用 最近只是 偶尔会运转时长 疼得厉害 跟我回去吧 回去有什么用啊 跟在这儿也没什么区别 在家休息至少会好一点吗